你知道 从我犯思言的时候起 我的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 现在 你我之间的屏障已经没有了 我们身在咫尺 却心隔天涯 我的心里很难受 你让我怎么能做好事 见不了面 就不能做大事吗 对 那我珍珠峰要是死了呢 我活着也没意思 你胡说 你这样算什么大丈夫 冯妹 面对任何事情 面对任何人 我都能泰然处置 只为你 心里空空的总是放不下 冯妹 冯妹 还是跟我回去吧 好吗 不 冯妹 我前婆娘求你了 跟我回去好不好 前婆娘 你逼我 如果你再逼我一步 我马上求文静大师帮我正式剃肚 战断青丝 出家为你 冯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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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打扰给你 你珍重 菩萨 菩萨快救我 救弟子 快超脱苦寒 夫人 那个新小夫人今天又到慈云安来了 靠在殿外哭哭啼啼 说是一定要见夫人 韩月妹妹 你就又怎么了 姐姐 你要救救我 是不是跟老爷的事 他还不接受你 这种事情 我帮不上你的忙 也许时间久了 他会慢慢喜欢你的 姐姐 老爷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怎么可能喜欢我 韩月 并非浅薄势力之女 也不想争仇 只因见老爷终日苦闷 欲解欲心 这样长期下去 必然会上级身心 误了吴月的大使 也误了吴月的百姓 韩月作为姬妾 不能让老爷赏心悦目 焦虑万分 身不如死 姐姐 救我一命 赐我归中良方 真是个好姑娘 可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小女子出身贫寒 只是一些歌女 根本就不指望得到老爷的专宠 这事老爷 是吴月百姓爱戴的人 不能上级身心有所闪失 那你希望怎么样 韩月 真希望老爷能够愉悦身心 康太无恙 神清气爽的处理大事 真这样想 好 姐姐 我知道老爷的心里只有你 所以也只有你才能知道怎么能得到老爷的心 怎么能让老爷喜欢 只有你能救我 姐姐 姐姐 你是个大慈大悲的人 救苦救难的信女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给你跪下了 我最近不得眼泪 就怕人求我 你起来说话 韩月妹妹 你想真正得到她的心呢 我看很难做到 不过要讨她一时喜欢 那倒可想办法 真的 姐姐 那你快告诉我 不过要讨厌 能让我爷一时喜欢 韩月也心满意足 好 姐姐 我就照你说的做 去吧 我说的不一定对的 谢谢姐姐 我走了 走吧 金珠峰 金珠峰 你在做什么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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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吧 什么獰 蕭燕 山顿 十二席 我听得起来 โ deliver 我就不幸得不到 我想得到的就一定能得到 爹爹只想赢得名利 我却要赢得他的心 什么五巧娘 什么珍珠缝 都已经是昨日黄花 真正能英雄大帅并立的 是我韩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娘子哭什么呀 有什么好伤心的 老爷 人家一股心思都在你身上 老爷却把我当作别人连名字都不喊 心中没有我还不如放我出府算了 好 好了 你就好好在府里待着吧 我在罪梦中糊里糊涂乱说 你就不用再管了 老爷 这我算什么 做人有什么意思 好了 不要再哭了 成了府里人 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以后不会亏待你的 谁啊 老爷 夫人来了 好 请夫人进来吧 老爷 老爷 夫人 我是来给老爷道喜的 嗯 韩月妹妹不必起身多礼 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 我们要齐心合力地伺候好老爷 若是下人有什么服侍不周的 你尽管告诉我 多谢夫人 老爷 你与韩月妹妹好好说说话 我先过去照看孩子们了 哦 红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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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在这里 来 帮我看看 还有没有需要补的地方 夫人 这帐子实在破了 要补你就别补了吧 这顶帐子 还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用久了别舍不得 风风补补还能再用几年的 还是把它扔了换点新的吧 你这丫头啊 难道一点不心疼 我可没你这么大方 马川妹夫去凌安街公婆来杭州 这几天就要来了 那时又要增添几副新的被褥呢 妈 什么叫左九州匡王室啊 这九州指的就是大唐天下 这皇室指的是中原朝廷 你爹在告诫你 我们要保持九州的统一 一定要匡扶中原朝廷 可千万不能和中原朝廷作对 明白了吗 原论如此 妈 我明白了 乖 大人 筑城总采办一直出缺 望大人早日任命人选到职 先生 你一直协办筑城事务 这差事由你兼任便了 不可 不可 大人 卑职文案繁杂 实在是难以坚韧 大人 这筑城采办总管 他是负责筑城移印物资以及粮草供应 至关重要 大人 应该选一个连结奉公又精于此道的干练人士担任 先生言之有理 那好 此事让我好好想想 眼前就有 我当不就好了 就你 是啊 我当 难道不成吗 你信不过我 还是嫌我没这能力 我是怕筑城物资全交给你去采购 筑起新城遇的大雨全倒了 你 你不能拿老眼光看人 我如今不是老成的很多了吗 是吧 再说了 担当责任得有个过程 也该让我磨练磨练了 你也不是从小就会当着节度使的 如今不是也当的挺好的吗 是吧 你给先生瞟什么眼神啊 越来越会钻营了 谁招你的 姐夫 这都说上阵要靠亲兄弟 我们谁跟谁啊 这 像什么 算你狠 你不认人为亲 你会大意灭亲 是吧 小破皮 先生 年来奉旨平定董昌 大家都忙于军务 放慢了筑城的进度 现在如何 各项工作还算顺利 如今叛逆已平 大军班师 又可以军民一起大规模施工 先生意下如何 大人 为民筑城 心机如火 当然是早一天好一天了 不过 不过什么 大人 这修筑城池乃千古大业 被之才疏学浅 实在难当协助监管之重任 大人 最好另行聘请高手 协助宗管 卑职又从中帮衬 这样方可万无一失 可是 叫我现在到哪里去找这个营造高手 大人 卑职听说有无人弼其人 他不但失文出众 在建造城池构筑公事方面也是高手 大人不妨 这个无人弼早年我请过了 可人家不肯出来 算了 有得去吧 慢慢再找 眼前有了先生暂时协理购注罗城之事物 小心行事就是了 是 我会经常到工地去看看 大人辛苦 大人 筑城采办总管人选应该尽早选定 好 我会考虑的 好 看看你 韩月 不让你来你偏来 我们筑城工地上没什么好看的 况且到工地天也黑了 来往没什么人了 你我看 还是让他们送你回去 不 老爷 却难得出来一次 工地上虽没有人 看看工地夜景也挺好的 走吧 好 斜肚大人来了 斜肚大人好 辛苦了 大人 辛苦了 辛苦了 大人 这怎么回事 怎么把这个给扔了 捶打捶打还好用的吧 这把破锄头磨损太厉害了 不能再用了 这 用火烈烈还能用 朱布老爷 铸罗城这么大的工程 还要在乎这把破锄头片干嘛 如今铸罗城用的是各州百姓的钱 我们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也算给老百姓减少点负担 好 这不很好吗 好 那我们再吹打吹打就是了 主不真实的 又没上司看着你 干啥这么尽力 我们铸罗城是为了保镜安宁 对不对 对我们自家都有好处的 上司再不再一样干活 我们总委对得起捷渡师大人 来 再打打 好 再来 这就对了 爹 这就是 捷渡师大人驾到 有事远迎卑之失礼 原来是你 前堂主部 修善工具 非你本职却如此尽力 不错 力才难得 不可埋没而依人尽其才 这样 我命你为罗城 老爷 此人不能封关的 他是韩岳的爹爹 老爷若重用他 白白人知道了 我说任人为亲 就是 原来是岳翁大人失礼了 举贤不必亲 今日 郑重任你为铸城采办总管 有劳岳翁了 小的愿肝脑涂地 供大人驱使 大人 大人 何事惊讶 清差道 快接应 是 大唐前命四年 唐高宗封前流为镇海 镇东两军节度时 尚祝国 彭城郡王 图像林烟阁 欲赐金书铁券 张吴岳于涂炭 宝于行于金汤 誓以赐以金板 身以誓词 唯我念功之旨 永江言作子孙 使清长喜宠容 克宝富贵 青树九死 子孙三死 或犯长行 有私不得家责 青树九死 子孙三死 我犯长行 有私不得家责 列祖列宗在上 这是皇帝对臣子的最高奖赏 是皇帝对臣子的最高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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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对臣子的最高奖赏 就不管人家死活了 谁不管你了 你们家马绰如今不也当了镇东军节度副使 你这毛丫头也算副使夫人了还不够 我才不稀罕她当什么官 我要她对我好 马绰对你还不够好 我看她什么事都医治你怎么对你不好了 就是不够好 都是你纵容的 她若真对你不好 哥一定饶不了她 哥 你别看她老实都是假装的 其实最花心了 我嫁给她那么多年 她心里还想着别人 不会吧 妹妹 你可不要冤枉人 你有什么证据 我当然有证据了 她每天晚上都叫还人家的名字 哥 你管不管 真有此事 这小子在哪 把她给我叫过来 快 进来吧 你胆子不是很大的吗 怎么见着哥就怕了 谁说我怕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马绰 你欺负我妹妹 我哪里敢 还要赖 你哪个晚上不叫 分明从不把我放在心上 我都忍了你好几年了 我都叫谁的名字了 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赖好吧 你哪个晚上不叫 还宝贝心肝的肉麻死了 有这么回事 那你说 我叫谁 你是不见观察不落泪是吧 必要人家点名了你才肯承认 新马的 我问你追风是谁 追风 追风 是啊 追风追风的 还宝贝心肝的 妹妹 我跟你说 你这可怪不得她 这追风 那可真是她的挚爱 哥 你说这女人在哪儿 我要去杀了她 杀不得 这追风 她现在在马厩里 她根本就不是人 那是她的战马 她的伙计 追风是一匹战马 那当然了 这追风啊 出生入死 跟着她这么多年 立下了无数战功 你说她对她能不亲吗 一个人能对马亲到这种程度 在战场上瞬间决定生死胜败 将士和战马是一体 要生共生 要死共死分不开 哪个将士不爱她的战马呢 这马还痛人性呢 记得那年打苏州 就是她把我从死人堆里拖出来 舔干了我的伤口 硬把我拖回军营的 知道了吧 如果没有这追风 你这老公如今早就没有了 你就当寡妇了 好了 别闹了 不过你们俩这一闹 到时让我想起来了 弟兄们一起经历了多少恶战 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才沐浴了浩荡黄恩 兄弟 哪一仗没有战马们的汗血功劳 我们不能忘救 要让战马同享黄恩 对啊 大哥 我们该给战马庆功 让他们风光 这才够意思 都应该披红带花 让那些老伙计也喝喝黄赐玉酒 风光一番 走 去吧 你们都和战马过日子去吧 吴司马 大人 都准备好了 好 老伙计 大唐皇帝 封我为镇海镇东军两军节度使 还封了上驻国蓬城郡王的称号 这是天大的黄恩 还要图像灵烟阁 还要建造功臣塔 还赐个的金书铁券 青树九死子孙三死 说得好 钱流已经得到人间之吉荣 这战马也应该分享着荣誉 不能委屈了这些老伙计 对不对 对 如今 两者无战事 四邻暂时太平 也该让这些老伙计好好休息休息了 杨行逆这个死对头 也会有一些时日 不敢贸然来骚扰了 对吧 是啊 拿放蓝山 我要敬酒 要给这些老伙计 让他们饮酒 老伙计辛苦了 来 好 来 都喝了它 哥 哥 你快去看看 巧娘姐在那里伤心呢 她又怎么了 我去看看 你是不是觉得马比我还重要 好 夫人 你躲在这干什么 走 跟我一块给扎马进宫去 夫人 怎么又不高兴了 是下人伺候不周了 还是韩玉又惹你生气了 妾子佑边操劳惯了 下人伺候的周不周到都无妨 韩玉妹子只要相公喜欢 对我有理无理不要紧 那你到底怎么了 夫人 冠儿惹你生气了 我去教训那个小家伙 冯儿和冠儿都长大了 是不会惹妾生气的 哎呀夫人 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这么多年来 你总是这样说话拐弯抹角的 有话你可以直说 如今皇上又赐我们金书铁券了 以示人臣吉荣 夫人你也荣莹一品夫人 还有什么不高兴的 还不知足 还想怎样 既然相公自认为是公盖日月 得北山川 从此可以放马南山坐享黄恩了 那相公何不像董昌一样自称皇帝 让我也可以过上几天皇后饮呢 夫人 你乱说什么 夫人 事关叛逆言论不可细说 传出去 会招来灭门之祸的 灭门之祸 有何可怕 皇上不是赐给我们金书铁券了吗 青书九死 你可以谋反九次呢 夫人 你想错了 金书铁券只是一种荣誉 若真是触犯了大唐法度 该杀的还是要杀的 皇上赐我铁券也可废除铁券 劝上誓言也可以更改不济 怎么可以因为有了铁券横行不法呢 是吗 我不信 且看事实 本朝皇上曾赐铁券给陈敬轩和田令姿 后来两成犯法 照样被皇上定罪斩首 临行前两人大呼 万岁爷难道忘记金书铁券了吗 你看金书铁券保住性命了吧 夫人莫要乱说 听到了吗 既然相公知道金书铁券 不能保相公其子孙后代横行不法 那相公 何必像方才一样 如此的张扬 不但人荣耀 连马都要跟着荣耀 哎呀 夫人 前流之后又错了 前流是有些忘乎所以得意忘形了 哎呀 多亏夫人你提醒我 大丈夫知错当立改 先谢过夫人之警示 再请夫人看我如何去改错 啊 相公明白了便好 那孩子们呢 相公不是做了八条家训吗 也应该实时提醒孩子们 夫人说的对呀 子女渐渐大了 不能让他们 绝对有铁券护着 他们便可以肆无忌惮 飞扬跋扈 我要好好教导他们 请夫人聚起孩子们到外室 那马呢 马还要喝庆功酒吗 千里马志在江场 我会叫部下照常操练的 杨行蜜亡我之心不死 一直寄予我锦绣杭州 我不能掉以轻心 夫人放心吧 前世列祖列宗在上 皇帝遇赐前世金书铁券 光及祖宗 并惠及子孙 前流当客进职守 约束子孙约束部署 金银两者为大唐之屏障 努力供输 又我大唐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 不要以为爹爹 得了大唐皇帝的铁券 你们便可以 自以妄为 骄横跋扈 高百姓一头 无人敢管 要知道 皇法无情 若触犯唐律照样可杀 铁券 射你不得 都记住了吗 还原记住了 好 记住就好 那把爹爹前几天交给你们的八条家训都给我大声的背出来 是 是 是 左九州 荒王氏 莫其祖宗 客省礼教 莫纵交说 莫损平民 莫贪私财 莫信禅言 左九州 杭州 荒王氏 师姐 你怎么了 剑法那么凌乱 是不是有罗叔的消息了 他可能明天就要回到杭州了 哎哟 子爷真是聪明啊 果然一才九重 师姐 这几年罗叔都在外面奔波 有没有捞到什么官职啊 梁上燕子到外面飞了一圈 还回到原来的梁上 还是燕子 罗叔啊 他就是太天真了 如今的官府是不会容下他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 罗叔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 为什么还要苦苦奔波求官呢 可不是吗 差点被人杀了 可还是没有清醒过来 还是念念不忘功名 他这个人一生就是这样 可验 可验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守着他 我也痛恨自己 为什么不能够斩断情思 但当我看到他的诗作的时候 我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 让我觉得活在人间很有味道 他时时寄给我的爱情诗 每个女子看了都会动心的 师姐啊 你不怕那微情啊 你可是个修道中人 子爷 你懂什么 道便是情 得道便是悟情 仙道俗凡之间的男欢女爱 难道欠多吗 那你们就不要不冷不热了 索性啊 你们俩成亲算了 到那天我也可以叫他一生姐夫啊 男女相爱就一定要成双成对 生儿育女才算功德圆满嘛 俗 俗 俗不可耐 就算我俗 像你这样不计不离 我可做不到 对男人呢 要莫爱 要莫恨 子爷 你可知道 我如果不给他情感上的依托 他什么事都写不出来 你们想看也看不到 我能不给他吗 师姐 你可真是一个得到的情种啊 老先生 走开 射着你了 老先生 不用怕 你看 箭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起什么 好 别闹了 从来了 看看您 手高了 转身 走 阿亮 旧老爷 可找到你了 帮我挤死了 先生 长书记老爷 你找我有什么事 看到你专心练武 可劲可配 我是被迫的 别取笑 先生有一件火烧眉毛的事 皇上不是赐老爷金书铁券了吗 老爷要上表谢恩 还定要把老爷成皇成孔感恩的意思写出来 那你就写 难道先生也写不出来吗 是写不出 你是先生 有学问 有学问 怎么会写不出 给皇上上表不说文字之难 这个格式规矩以及忌讳回避 我都不懂才找你出个主意想个办法 找我出主意 莫非让我无量 给你写 不 不 不敢麻烦舅老爷 只是求舅老爷给出个主意想个应急的办法 我想想 舅老爷 好 两个你快着点 想出办法了 快说 以前 你常逼我们写文章 我们写不出来 真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后来想出一个妙法 今日也可用 什么妙法 找人代写 这个办法倒是个救命的办法 不知杭州可有高手 老爷力等着要 有 走 我带你找去 快走 等等 这个人架子特大 我们得张扬一下 不做张扬 他不肯出来 走 你看 这边是我爹设计的杭州城模型 怎么样 看这个 真不错 骆兄 你怎么又回到杭州了 一言难尽 自从上回被宰相耍弄 离开京城之后 便辗转巴蜀 荆除萧香 刘大梁又访快姬 所欲非奸华及昏庸 无人失落 只能先做归来之计 子叶 看场 定是那个官迷来了 你出去 我倒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爹 我来了 我来说 罗兄 半身奔波 催眉折腰究竟是为什么 报国乎 济世乎 功名乎 利入乎 人比愚钝终不明白 还望罗兄赐教 吴兄 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罗音已经是心灰意冷了 罗叔叔 你当真心灰意冷了吗 到时候 万一有个什么节肚使宰相来找你 恐怕又要顿身壮志挺身而出了 小女子长辈面前不可胡说 吴兄真是超凡脱俗啊 不受陈氏之类 罗音真是万万不及啊 罗兄夸奖了 我若真看破陈氏 早就入道山了 我之所以留在红尘之中 无非想把兄中所学 为后人做一二好事 然而 也预报无门呢 我听说节度使钱流有保镜安民之志 体恤民情奖励浓丧 吴兄 为何不出山 帮他治理呢 看眼前 钱流正营造杭州新城 仁兄既是营造高手 应该自建出山 帮钱流筑成此城 白居易留下一壶清水 吴兄也应留下百里城墙 罗叔叔 难道连你也不知 我爹他是闲散惯了 哪里会肯去食人俸禄 倒是罗叔叔你呀 应该去节度使府自建 说不定到时候可以弄个掌书记判官之类的官当的 让我们也沾沾光 子爷莫再取笑罗叔 不过 吴兄啊 平心而论 这钱流智者虽然是略有政绩 但他出身终是天目山中之严半 府中有几多敬论 日后如何求贤招财 如何安抚民生 眼下不得而知 难怪吴兄 暂时不露声色 我也冷眼旁观吧 你们怎么又来了 吴先生 吴老爷 吴祖宗 你信吴 我也信吴 吴俩五百年前是一家 缘分 缘分 一笔难以写出两个五字吗 吴先生 缘分 缘分 吴先生 吴字好 口在天上天在口下 张口便管天下事 吴先生 您今天就该办一件天下大事 吴先生 您就答应吧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吴先生 你好 吴先生 在下钱赫明 天居杰渡师府长书记 在下早就仰慕先生高才 先生大名如雷逛耳 今日有幸相见 真乃三生有幸 想不到钱流身边还有一个要文嚼字的人 吴先生 在下 在下 常文先生不但诗文明波天下 更难能可贵的是 先生在修筑城池建造工事上也是高手 当今前节度使率大军修筑罗程 在下极力推荐 请先生出山香 钱大人错爱了 我吴仁毙是一个没有实用的读书人 你们看错人了 钱大人他 好了 回去交差吧 你们得不到什么的